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基本公司拍板定案的结果 时薪可以调 但是月薪要还涨 月薪要涨可以有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当中可以择一 一个是连续两季 我们的GDP它的成长超过3% 或者是连续两季 我们的失业率4%以下 这样的一个还涨理由 你觉得正当吗 人民还不可以接受呢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报导 共舞节小朋友 国少小朋友 他每天都利用 日头要路上进行 竞争共苦 因为这样可以生电 我们看到人民在受苦 但是政府能做什么呢 该做什么呢 内阁留校查看倒数28天了 马总统说有感的成绩应该一个月之内应该看得到 现在已经倒数28天了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金建会主委引起名 又出现什么惊人之语 天天打比仗吗 今天你说没有啦 他五天再删一拼 不是天天在打比仗 这样的官员真的要留吗 YES123的求职网站当中说在台湾 八十一%的上班族 其实每个月贪的钱都没有用 今天还发生一个长久失业 改作资源回收的老先生 因为他求职网子乡沦为被告 最后喝盐酸清身 他以自杀的方式以死明治 这样的人 为什么警方跟检方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没有别的方式来办案吗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严峰也是用什么心态来办这个案子 一个国民党的样板市长 也是男头市长 这是一个美女市长 涉贪哦 又是国民党刚刚当选中常委 又是曾经担任过中国小姐 我们要看的是美丽联口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案子又是扯上副总统吴敦毅 甚至还扯上了江青梁呢 到底为什么 就在今天 您看到我手中拿到了出了画面 这个是他今天召开的记者会澄清 他登上今天一周刊的封面 这是一个美女中常委涉贪 他又是国民党的 好 我们稍后一领温馨 包括了渔民用性命出海去拼捕渔泉 早上晚上都回来了 这是九集到十集的海浪 不能睡也不能吃 早上想说有一个记者还送一急救 民间的保钓船 对日本的船舰 他们说被包围时差一点要开船去撞击 别应该对这个保钓做到这个程度了 接下来政府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好 来意义为您分析 来第一位邀请到这几位特别来宾 订阅介绍 全时报纸馆总编辑吴国栋 欢迎您 小姐好 台湾 好 继续欢迎名将籍立法官潘孟安 小姐好 大家平安 以及台南市议员王定宇 小姐好 以及东吴大学郑日系副教授徐永明老师 主持人 大家好 欢迎作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以及自身媒体员政治评论家何博文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我们先从这是昨天晚上历经的两天一夜 这是苏澳渔会所组成的保钓船 昨天晚上终于回来了 在现场不只聚集大批的家属迎接 还放起鞭炮跟烟火来庆祝 基本上堪称是台湾史上最大的保钓行动 这个渔会也举行记者会 感谢海巡署全程介护 也重申钓一台主权是属于台湾的 保钓渔船平安入港 港边庆祝烟火照亮南方澳天空 庆祝保钓大胜利 渔船依序入港 船上渔民即使身心去皮 但是能够参与史上船数最多 参与人数也创下新高的保钓行动 渔民各个心情无比亢奋 谈起25号白天和日本保安厅 船船舰的对峙经过渔民是心有余悸 然而捍卫钓鱼台主权 渔民展现团结力量 不只是守护自身的利益 更是为了要争一口气 其实在海上呆上整整超过一天不能睡也吃不好 一位随段采访的记者体力不知 出现脱水症状 一下船马上送上救护车 有了这次的经验 台湾保钓运动还会继续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 好 这是马总统的最新反应 和平方式解决钓鱼台的问题 这是来自于今天中央通讯社的报道 马总统说解决钓鱼台争议 必须用和平方式 前提是相关各方面承认争议的存在 否则片面改变现状 只会让争议更难解 一共他认为海巡署做得非常成功 他特别打电话给署长加冕 但是海巡署能够这么成功 主要原因是渔民非常团结 非常配合 在舰艇护卫之下 能够完成这一趟主权宣誓之旅 我请教授国栋大哥 我们刚才有听到 辖民在说 变四名甚至是要去拢 我看民间做到这个程度的重点是 出来 政府是要做什么呢 我们自己对这些辖民 也是表达敬意 为了生存 为了这个辖民的重属 大家都在变名时 我们也知道人们也在说 变四名要安全 你去抓虎的时候有安全不安全 你看他们在均匀的时候 我们也鼓励 但是他们自己的未来 是只有这样的可以解决吗 他们知道内内的内容 你看看 这间赞助给虎民五百万起来的 人们今天自己的部署 我扮人死亡 我们说不想相信 这间是中国死亡 老鸡赞助五百万 让虎民出海去钓鱼岛 他驾到自己的部署下 这边不像这么大批 这边说够黯丹尾 早就已经同在日本了 说这些我们的区 比我们更专重的 日本那边同意 但是条件是说你不可以 把我背兜来 你会可以刮多少 我们也是同样 来照顾到我们的领土 雙方有一个末尺 只要脚粉下去搬 我看虎民如果看到这十堆收起的嘛 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海星塞真厉害 出动这么多干争去保护我们的虎民 结果是我们这边政府跟日本政府说好了 说你这样下去就好了 所以我们七十几台湿 晒起的时候 人日本用水给你们噴一个意思 我们这边同样用水噴一个意思 结果 教育部署跟你说了 这是属性说好的 如果如果不说好 名字以后不说好的时候 湖民 林国旗是不是一种台湖 如果林国旗 海星塞没有给你们顾到的 还是日本还没有动 他的时候不然你们就继续拿起来 所以我们要看 人家自欺欺人 怕虎民要顾到最多的 我们支持 我们也要求我们的海星塞保护 但是我们要叫我们的政府 你来说真话 你不能用骗的 你骗一次 你第二次要怎么骗下去 日本现在叫来说的时候 我们很羞气 说你现在怎么怎么怎么 虎官不要让我们怎么怎么 在说的时候 你有实质的座阳 有证换什么 如果没有 自己虎民的庆功是一时的快乐而已 明天才开始 你们感官又为了生存 开始拼命了 是 所以攀委我们很担心 这是一场秀 很担心是一日秀 很担心只有一天 可以前进到 这个突破12海里 甚至2.1海里 问题是明天过后呢 对于你来讲 我要捕鱼 对 我相信这个部门 就是六一代分两个部门来说 第一个是主权跟鱼权 当然没有主权就没有鱼权 不过我讲的比较短的 就是鱼权的部分 我们说马英九 一边要捍卫主权 一边要捍卫鱼权 但事实上呢 他这执政这四年半来 没有一次 没有一次真正去所谓的主权 主权只是到彭家里 放了一下 一天秀一下 鱼权呢 就一次的谈判 跟日本的鱼权谈判呢 在李仁威时代谈了5次 阿伯的时代 谈了9次正式谈判 三次预备会议总共12次 马英九主政这四年半来 跟鱼权说一遍 这就是一个笑话 你说要保护鱼权 丢于台的鱼权 要让我们的南方鱼权 要让宜兰 这些这些乡亲 可以去抓鱼 但是呢 你虚困的担保 完全都没在说 而且不跟日本谈 这是一个最大问题 所以今天 这是我认为 他是一场秀的原因是 你的鱼权谈判不积极 捍卫主权也不积极 是因为中国在成功的化解 它成功国内内部的一个危机 过去中国在开18大 17大 16大之前 都说秋天要开 为什么 这次说秋天以后到现在 还不知道什么日期 因为薄熙来王立军的事件 所以在当中 中国的出手 40年来都没出手 为什么这次出手 很简单 一定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份 第二代是台湾的 台湾是中国的 所以台湾是中国的 所以台湾是中国的一生 所以中国跳下去 这个务 可以内外兼备 成功化解了中国内部的危机 然后也 对台湾这边有所交代 也成功压制了日本跟美国 但是 我们台湾在这个 要输口的角度 不能处理 在这个汉位租款方面 马英雄做得不好 但是 要怎么去汉位 才不会避免陷入这个益中的架构 而且 整个原来的区域和平稳定 怎么去处理 我认为这些都在在考验执政的一个 一个智慧 而不是说一味的民粹 或者跟着瞎起哄 当然政府要有政府的管道 市民直接祖母自己去 花钱去帮忙 这个我们要把它庭定 但是呢 很奇怪 政府不知道在做什么 市民自己没有 恐慌危险的 这个危险 走到那里去富裕 政府竟然是在那里打水仗 而且剧本老早写好了 跟中国那边也讲好了 你不要进来搗蛋 你去透过国安系统跟中国讲 你在外海 那我在这边进攻 那跟日本这边已经剧本学好了 这哪有文字的富裕 这真的是像一个 像一个荒唐的那个回照剧一样 所以说 实际说 这些市民单纯 这些市民的动机很好 我们都要确定 但政府 这些市民 串头 政府一间年是后边用这个回照剧 实际对这些市民是很大的相害 如果这个事先已经沙盘推演成这样一个过程 学衡 昨天在这个现场 这个国际情势观察专家实践大学的副教授 赖岳谦说 他自己从这样一个大规模 这总统级的为安 民间渔船打前锋 包括我们海巡署 他预料马英九总统的声望会因此而提高 如果是这样子 某一种程度来讲 这一场秀对马总统也值得 可是 对于民间打前锋的结果 换得了有渔权更多的保障 为什么提出这个疑问 你看这是今天碰到一部 他说台日会谈气氛火爆 气氛火爆 如果是说气氛火爆 也谈不出什么结果 结果你敲锣打鼓搞这一出 那最终的实质我们到底要得到什么 来 学恒 没有 我觉得其实讲明一点 大家可能不要太从台北观点来想这件事情 对渔民来讲很简单 我们说白领失业很糟糕一定要救 蓝领失业很糟糕一定要救 但渔民渔场没有了 就等于失业的时候 我们当然想办法救他 我觉得大家也要仔细思考一下 过去16次渔权谈判 就算有谈 日本有没有让过步 我觉得大家仔细思考一下 你就会发现 其实他从来没有让过步 我们都一直以为 日本对台湾很友善 但在渔权方面 他其实从来不让步 而且如果你仔细去看 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执法标准流程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过去台湾被撞成过好几艘渔船 是因为他的执法SOP里面包含了冲撞 甚至上一次联合号海钓船被撞成的时候 日本海上保安厅的相关官员说 对不起 我们不愿意赔偿 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标准的执法策略 我觉得至少在这个部分 我比较倾向不要怪马英九 因为这是日本右派搞起来的东西 那日本右派为什么搞起来 石渊也是因为日本国内现在状况不好 所以他现在外面闹一点事 让他转移这个焦点 至少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你看金颖政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来就是一张臭脸 对不对 他并没有因为说 今天双方都已经开始讨论 我们要接下来谈于全 然后跟你彬彬有礼 不会 日本也是立场很硬 那就像我上周所讲的 这件事情其实一定要走到区域对峙的 双方才有可能谈 而且即使走到这个阶段 日本可能还是不跟你谈 可是有一点 我们其实都先不要管马英九 声望到底要有提升 我觉得大概也不会 现在状况那么烂 可是问题是渔民有没有被保护 我真心觉得就是 如果今天媒体跟78艘渔船 然后大家这么硬的话 海军署以后要天天護 骚骚護 每一次出海都要護 才真的帮到这些渔民 而不是我们现在就说 渔民做得好 结果隔天之后 他明天出去捕鱼的时候 没有人要護他了 我真心觉得 大家现在要监督的就是 接下来海军署是不是每一次要護 渔权盘盘 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往前再争一步 你讲到渔民的心声 在今天捧过一步 我们刚看到是这个 台日的会谈气氛火爆 火爆的下面里头 他有访问到这个渔民 你看到为什么 如果要天天護的话 为什么台湾渔民说 还是不敢去捕鱼呢 还是不敢去呢 你看到这个基隆级的 民发36号的船长 潘国安昨天说 曾经收过日本直升机的空拍照片 提醒他误擅闯日本海域 未免人船被扣押 这些年他都只在距离 钓鱼台20多海底的地方捕鱼 这次虽然宣誓主权 他也无奈地说 真想要去 可是不敢去啊 来 定宇 为什么呢 既然是天天護渔 而且他说他那时候是 他只在20多海里 就差一点人船被扣押 他距离12海里现在比较近了 昨天都到2.1海里了 为什么他还不敢去呢 我的藏人本身就是渔民 这脱海的人 其实现在气温开始在变化 现在渔汛是要搞了 所以对这些渔民来说 我觉得人民自发性的活动 我们都给他打破 勇气可嘉 因为说实在 谁愿意冒着大风大浪 阿塞准子来到那个地方 你政府跟他说好 我不知道 马政府跟他套好招了 我们不知道 所以人民是可贵的 但是重点是 这些事情 改变什么问题 我们讲了 我们绕了一圈了 我们走了 日本人还在啊 我们绕了一台2.1海里 我们绕了一圈回来了 日本的监测船也还在那里啊 明天什么都一样 他们的监测船还在那里 所以作为脱海的人 现在叫我自己的监测船 监测船到十二海里里面去 捏魚 我监测船跟人碰起 我找尚湯 因为状况没改变嘛 第二个 渔泉 这样绕了一圈之后 渔泉的谈判 为我们增加了多少筹码 有没有准备了任何 还是说 他就是一出大戏 演完啊 政府无敌 借了强硬的动作后面 刚柔并济 准备一些担拌 替我们宜兰 替我们北平的这些虚名 准处一些官业 都没有的话 那你绕了一圈 问题还在啊 渔泉主权 船也是搗地人手里 大家都说那是我的 但是呢 日本的军舰还在那附近 我怎么去脱海嘛 所以这第二个问题 还是没有解决 那第三个就是说 当这个事情 我们看到这个严变到明天 很多渔民讲 明天该怎么办 因为明天开始 尤其到十月份 开始虎子要来 我竹子要晒出去 所以我们这要告诉海巡署 你是英雄 做对了 所以从明天开始 只要有一条渔船 在那个海域脱海 你就要保护喔 他们是我们的纳税人 你如果给他做一齣大戏 那我们就说了 这齣戏是为了 马英九的身亡而演的戏 这齣钓鱼台的 卫钓鱼台大戏 是演给中国看 演给马英九看 也跟日本拍手说好了 对渔民一点帮助都没有 接下来 这个特害期间 差不多四十五天 四五十天的时间 我们过去长期以来 是在差不多四十海里左右 会保持一条 我们的海巡署的军杆 在那边看 不敢进到十二海里 那我们的蜜船 尤其是头大蜜蜜才的赶布 开进到钓鱼台附近海域的时候 海巡署要投入多少兵力 去维护渔民的权利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勇气的话 你要诚实讲说 我们耍来是进入谈判的时期 所以讲到现在为止 我比较担心的是 马政府对这件事情 好像是演到哪里 剧本写到哪里 有点像以前那个八点档大戏 那个做编剧的 很可憐 被绑了一个布巾锁在旁边 今天晚上剧本给他交出来 否则今天晚上八点档演不出来了 所以男主角要死不死 要演很久 如果我们钓鱼台这么重要的 外交主权 愚民权益的大戏 又牵照我们台湾 在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 我们台湾站在对协定的 国家利益的大戏 如果我们整个国家 在这件事情上 就像八点档的戏 演到哪里 你剧本才写到哪里的话 我看这出戏 賣戏拖拔的机会这么大 你要知道 我给你補充一下 我是建议宜蘭的戏灰 这棵 因为这几天台湾 你们不能够出 对 晚上要发布警报了 这棵 要求政府 看是要農委 農委或是什么戏灰 签下切结书 切结书 人车、人船被扣 政府负责 不然你这都没有 你这开始去的时候 不要说海星座去保护不及 你本样会给你扣 你船把扣去 人家捏去 人家捏去 那算是多长 你整个扣都没那么多 那就扣 现在又怕不怕去 政府给你回家 人家准够扣 政府负责 大家放心 我觉得这是新武士的作法 你现在鱼犬模模糊糊 双方面都要不谈定 你随随人被关了 也被抓了 船被扣 那个状况是非常凄惨的 你没饭好吃 结果你政府才去交涉 太慢太慢了 如果像定于说了 八点党大戏 或这场八点党大戏 徐老师你知道明天演到哪里吗 马总统听说明天要接见这批渔民 来 你看怎么演下去 小军 这个戏我担心的是说 马总统只有一天的剧本 其他都是在做收割 今天来讲 昨天讲堂堂正正的护渔 今天讲说 海虚祖表情也很好 明天跟渔民见面一起喊 中华民国万岁 那我想请问 渔民回到南胖澳以后 以后要不要出港 以后要不要钓鱼台 小军我担心的是什么 要保钓的时候 可以挺进到两海里 三海里 以后捕鱼的时候 还是在饿死海里之外 这个事情没有解决 我的意思是说 以前 国民党一直在骂民进党 说你们跟中国处理 以小四大要怎样 要以智 要有智慧 那我想请问马总统 那你这是处理日本 日本难道比较小吗 那你处理日本的时候 你让日本人不高兴 他们代表来臭脸 以后渔泉才卖会继续吗 他需要跟你谈吗 小军今天日本还放了话 他说你用你的海巡署 用水喷我的官船 这是什么 他讲说这是宣战行动 因为日本会说 我喷都是喷你的渔船 我没有喷到你的海巡署 可是你海巡署 直接攻击我的这些海上保卫 小军这事可大可小 小是说这个事情就这样 大的话呢 以后他如果来找你麻烦 我真的不要担心 你刚才看到那个报导 他还寄照片到你家 我在上面拍你 你是哪一家 哪一艘船 什么船长 我寄照片到你家 跟你讲说 你现在到极海里 我跟你讲 你以后不可以 他有我们渔民的资料 他寄照片来的时候 我想请问 渔民是怎样 拿到海巡署去申诉吗 说你去寄照片 回去给日本说 小军我意思说 这些渔民 他们都是在这个渔场里面 他们跟日本交手也非常久 日本也都知道他们 今天我要问的是说 这场戏演完以后 马总统是只有一个晚上的戏 如果是八天堂还可以 可以演一百集 剧本还没写 不是 可是定宇 我现在担心的是说 对马总统就是今天的剧本 今天演完以后 这不关我的事 其他都是在收割 我不知道他民调会不会高 可是小军 对渔民而言 这不是一天的戏 他明天还要再出海 所以你刚才说 为什么渔民说他不敢去补移 我说这些渔民他不是笨蛋 不是傲人 还有一个渔民他怎么说 他说不敢去补鱼 若被罚损失很大 这是另外一艘专门 在客海钓的瑞方级的新鸿打16号 船长萧天寺则说 进入十二海里海钓时 日本公务船就会快速赶到劝离 他未来还是不敢再钓客越过十二海里内 因为日方一定会更密集的巡逻 万一被罚得不偿失 所以博文 其实政府做一套前进到2.1海里 可是现在乔乔 现在渔民还是不敢 他还是认为不可能 被抓被罚 其实到最后是要自己去负起责任 问题是政府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强调 其实台湾从2009年之后 跟日本就没有再有任何渔业谈判 很多人会说过去谈 刚刚这个学员兄太讲 过去谈也没有什么成果 其实对 过去谈没有什么具体成果 可是不要忘了 日本愿意跟你谈 其实在谈的过程 就有一个默契 所以为什么这几年来 宜蘭包括说那些渔民 越来越觉得说 这个问题让他们义愤填膺 因为这几年根本你断了 跟日本渔权谈判的任何管道 过去其实一边谈 其实大家都彼此还有一个默契 有一个底线 可是这几年确实状况越来越糟 所以我们要问 你今天都已经到那边 都已经喷了水枪了 都已经在那边也宣誓主权了 那接下来 渔民要的实质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政府要赶快去重启 这个渔业谈判 这个部分绝对也不是说 我们片面 单方面 一厢情愿 而是你要营造一个 怎么样的气氛 我要提醒大家 日本跟我们 再怎么样 有这个钓鱼台的冲突 至少日本从来没有说过 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 日本也没有一千多颗飞 但对着台湾 我觉得大家要权衡 那个利弊轻重 其实台湾整个渔场 最重要受侵害的 其实是受到 中国很多铁壳渔船的侵害 那这个部分未来 现在中国也说 钓鱼台是他们的 我们的政府 要不要也跟中国 嗆聲 钓鱼台是我们的 不是你们的 那未来中国铁壳船 如果到钓鱼台去 我们是不是海巡署 也要派船去 所以我说这个问题 绝对不能够说 用这种一厢情愿 或者是说 我们这个用蛮力 然后在这个两大墙之间 说我们就是一定 非要怎么样不可 我们要权衡那个利弊轻重 另外我提醒大家 这个中国 现在如果说 这个钓鱼台 也是他们的 那未来我们的渔民 如果 我们现在跟日本 如果起冲突 海巡署要保护 那未来我们的渔民 如果跟中国的渔民 起了冲突 谁来保护 还是说 因为钓鱼台的立场 我们是一致的 所以未来 他们来抢我们的渔场 都没有关系 因为啊 这个兄弟细强 可是什么共同 共同域外 类似这样的一个 心情立场 我觉得这是 要平等来思考 对中国 对日本 我们都要有一个 平衡的一个国际观点 否则的话会失衡 来帝 小薰姐 我補充一点 对于渔民来讲 他这单纯 我要生活 那如果生活 是靠钓鱼台 绕了一圈 就可以得到解决了 这些人不只是英雄 创造了历史 但问题不是嘛 那刚过了 问题还留下来 那别人知道 马总统很好 他要接近这些渔民 那我是觉得 这些渔民要跟 马英九总统 你叫水金给他 你要拜託他两件事情 第一个 下星期红台过了 我们来脱海了 我不管塞钓鱼台 前后左右上下南北 海巡署要不要保护我 问清楚 一定要问清楚 你不要跟我 塞钓鱼台 我那头一看 哇我们海巡署的军舰 在20海里以外 开玩笑 这个问清楚 第二个 我塞钓鱼台 你有保护 船扣了人鸭子 船扣的那是没去的 人鸭子是要缴完巨额的罚金 才能从日本回到台湾 你说 你政府要把我保证 我要来到你宣称的我国主权海域 我要让人抓去 尊子你要败 不是贷款 以前是用贷款 以前是用低利贷款 叫我去买这些新的 叫钱我也想贏 不是贷款 前政府要帮我出 我那个罚款 你至少要帮我付赎金 那我从日本回来 买名要问这两行 那马总统 英明神武 即甲武战争之后 打下最大海战的马总统 你明天知道也要说两件事 第一个 鼓励渔民天天去 而且越境越好 第二个 马英九要提出保证 国家担保你 所有的损失 一切政府负责 哪不 没有这些后面支撑着 你却会绕一圈 是在绕什么东西 是 农委会相关单位 包括像外交部 真的要赶快成立一个小组 要谈 赶快把它谈下来 要不然 你保调成功 那市民都不敢出力 有什么用呢 我们休息片刻来看 这是在台湾史无前例的 行政院 可以推翻 基本公司水盈会所做的决议 说这个基本公司的月薪 要还涨 你觉得这个理由正当吗 可以成立吗 马上回来